喂 喂 湛湛姐 你们公司员工 造谣小暖伤人的事情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那我来 什么时候潜雨的事情 需要你带钟过来插手 进来 湛总 上次人家我查的事情 我已经查清楚了 差点 差点 最近咱们这个研发项目进展 还挺顺利的 那不都是你跟管替的工务啊 不光是我们俩 我觉得这次温暖做了也不错 我不知道他那个数据报告 你看了没有 分析得特别透彻 真不是一般的这种咨询工资 做得出来的 可见他背后付出多少心力 对了 对了 你有没有感觉温暖最近 好像有些变化 有什么变化啊 以前呢 不来多 总给人一种 挺清高的感觉 我说你对他观察还挺细致的 那可不嘛 现在呢 现在啊 变得活不开朗了 而且也愿意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见他这个背后的男人呢 确实不错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你当我说你呢 我说朱林路还不错 你看我怎么赢你啊 你看我怎么防你 来吧 差点差点差点 我反攻了啊 来来来 早 早上好 早上好 新同姐 你们好 你恢复得这么快啊 也不多休息休息 我们都一直很担心你呢 不过你年轻 不会对以后太大影响的 对 谢谢你们惦记我 我在家待不住 想早点出来跟你一起上班 公司发生这种事 要是不好好处罚处罚 那还有没有公道啊 公道自在人心 交给公司处理吧 总监 总监 您去忙吧 好 麻烦您下来亲自接我 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温暖 我是不会怪公司的 尽管他 尽管他跟大家相处不太愉快 但工作起来还是挺认真的 所以说不定他也是不小心 我才会流产呢 你能这么声明大意 实在是很难得 今天叫你过来呢 就是针对你和温暖 拉扯这件事情 做一个公平的处置 我相信公司的决定 走吧 嗯 温暖 我看你还怎么留在前一 前一段时间啊 公司内部员工发生的一些纠纷 在公司上下造成了很大的疑问 影响相当恶励 今天我把大家都叫过来 就是想把这个事情 公平公正地处理一下 施总监 是 战总 杜心彤 我同事可以证明 你在几个月以前 自愿做过流产手术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一次流产 跟上一次流产 确定没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了 同事们可都看见了 施总监 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啊 您不质问温暖 一上来就接我伤疤 这不太好吧 你不用着急 你流产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你给公司出示的 你这一次的流产准备 我查过了 上面的日期 是自己修改过的 其他内容跟你上一次流产 是一模一样的 杜心彤啊 你是不是工作片看多了呀 你拉如牵下水还不够 你还用这么恶毒的手段 兑温暖 我没有 现在事情的什么真相 都已经查清楚了 答夕你也对我说 我不希望类似的事情 有在公司再发生 杜心彤 郭如牵 你们两个泄露公司机密 报复陷害公司同事 严重地影响了公司的秩序 从今天开始 解除劳动合团 这总结 麻烦你尽快帮我处理一下 郑总 是 我的错我承担 你别开除如牵行吗 行吧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 好 走吧 你们打算真辛苦的 行吧 喝点咖啡 算你有良心了 怎么了 想问小暖啊 我就知道 你看望我是假 打听小暖才是真的 我看望你也是真的 打听小暖的事也是真的 你说 钱与这个刘晨的女同事 我要把她进去看看她 你把千万别人 咱们都管清楚 只是不可能想能干 好歹你把钱送到别人手上 不得你不打自招吗 心虚啊 反正我跟湛南县打过电话了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找人去查这个事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水流石出的 别着急了 我也尽量不着急 你说你这个人吧 也是真够傻的 明明背后替小暖做了那么多事情 还不告诉她 等过完这阵子 你赶紧找个机会 把你们俩那事解释清楚 邮件的事 对啊 邮件的事我就更冤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邮件 是用她的邮箱里面发出去的 但我收到的是匿名邮件呀 我查了半天我才知道 有人动了手脚 把那发箭人的名字给抹了 那我哪知道呢 所以说小暖知道你收到了邮件 可是